童先 这就是皇上 长得也太丑了 童先 这就结束了 一分钟 陆云罗忽然有些同情后宫中的那些女人了 真是太难为他们了 同时万分庆幸 还好自己早早就被打入冷宫了 否则让自己整天等着这么一个中年大叔的灵性 他非得一头撞死不可 你在干什么 小声点 下面可是皇上在动发花烛呢 被发现就完蛋了 皇上 洞房花烛夜 朕不是正好好的站在这里的吗 何时洞房了 这女子又是什么人 你也是来偷干的 细无觉皱眉 她可没这种特殊的嗜好 不过她也不想开口解释 没说话 只是默认了 也对 能三更半夜爬上屋顶的男人 除了偷看男女之间那点事情之外 还能干啥 这样的人 不正是小黄说的精准客户吗 我这里有绝版的成功图 绝对比现场直播要好看 只要十两银子 绝对超值 这本春宫图可是他的得意之作 根据二十一世纪那些岛国电影里面的经典动作画出来的 在穿越过来的大半年里 全靠卖小黄书才赚了一些银料 维持住了冷宫的生活 出土 怎么样 十两银子超级划算 而且没有任何风险 你看你每天夜里这样盘人家屋顶 也挺无道德的 是吧 看着那双期待的眼睛 她忽然来了兴致 可以 不过我没带银子 不过我